我们看到整个的合约的内容 其实跟蓝白这个双方的阵营 都有非常千丝万缕的关系 那因为在我们看到 因为柯文哲是呛这个蒋万安 那黄珊珊好像是出来救援 他就说在没有办法变更 母约的状况下 如果废出紫约 而且新厂商没有衔接的话 交接过程会有资案的空窗 双旗啊 瑞雄委员怎么看 你律师出身 黄珊珊这样的说法到底是什么 他是来救援 还是说他其实就在暗示 你没有办法变更母约 这个案子真的完全都奈何不了台志光吗 错 如果说这个案子很清楚的 涉嫌到有行贿了 贿赂了 按照我们整个采购法的规定 你只要是采购人员 你涉及到诈欺或者行贿 贿赂如果真的是属实的话 海北市政府本来就可以把这个案子 往后终止掉 或者向前去把它给解除掉 全部都是可以的 采购法规定的清清楚楚 法律上绝对没有问题了 什么在没有变更之下 这个对母约完全都没办法 当年这个案子里面 想象空间太大 就是说这个标准的是一个官商勾结的一个案子 那爆发了又有行贿了 很明显的 柯文哲也讲了一半 柯文哲讲了就是说 这个案子就是财团来勾结议会 然后去榨取国家的财产 是啊你都知道了怎么办呢 柯文哲应该当时就解约 2022年的时候确实他有去负益 负益输了以后他就很生气嘛 你说他把他解约掉 也许他就会说 我就抓不到 什么人够贴钱了 好了那现在有了 现在有了 也就是说在费率的部分 刚刚舒培也提到了 就是说 你柯文哲你做起第二孙 你也拿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子月你到最后也订了一大堆啊 所以你注意去把它看 就是说当年他定这样的变成说 你这25年里面啊 你台志光到底要投下多少 没有像当年所讲的 母爷讲的说要投入400亿 不知道不知道到现在投了多少 可是至少他是保本啊 他保本就是说 我全部呢 你这个是二妹到三妹 你到底宽平要有多少 因为签完以后 现在发生最好玩的事情是什么 是我台志光挑出来说 你那个警察局增加那个镜头 你要经济那个话数 你要三妹 还好他今天讲三妹 他跟你说 你这个话数要五妹 然后钱要再增加 那你怎么办 好像是说 好了 当年一签了这25年以后 就被你台志光 与取与求了 如果今天没有爆发 这一个行贿案的话 那我要请问 台北市政府你怎么办 所以解零 这很明显就是被这个他绑架了 被台志光绑架了 所以现在确实像黄先生所讲的 被厂商吃得实实的 但重点是吃得实实以后 你脚完以后也不能出来 为了呛柯文哲以后 就马上跟他讲 哎呦 我们做的 现在在做困难的事情 其实我看柯文哲 真正的医师是在讲说 没那么简单 简单的 我做早就都做了不起 没人论到你们做 柯文哲也不敢解 不敢解约 但是现在我是认为时机来了 你现在整个行贿案 一定会继续延烧 对啊 陈聪文一个人嘛 我都很怀疑 我都很怀疑说台北市议会的一个结构 会因为一个人的一个主张 大家全部都听你的 陈聪文提出什么样的一个正当的理由 让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全部都要听他的 更何况以现在来看的话 你说要开个临时会 大家会慌到说 monkey monkey 那条是在说开开案 还不是说他这里 你到底是在走什么 所以以我们在立法院里面 国民党动不动就是要临时会 动不动就是要专报 让行政官员来议会 或者到国会里面接受 更强烈的一个监督 各党各派其实都不会有意见 以台北市来看的话 国民党的态度我就认为 有鬼 真的有鬼 应该让蒋万来报告嘛 真的有鬼 你就来报告 甚至于蒋万很主动的 行闻台北市议会说 这个案子 都柯文哲的问题 跟我蒋万都没关系 我蒋万是完翁的 钱我都没收到 如果收到都别人收到 跟我都没关系 蒋万可以一推二五六 全部推给柯文哲 他推给柯文哲 他推给哈龙斌 蒋万我教你 你就跳出来讲说 我要报告台北市民 我蒋万坦荡 我都没有 黑钱 我都没收 有收的一定不是我 一定都是前面的 不然 对 因为我刚接任 一切都是 柯文哲都造成的 前面都是前面的 对 然后这个台志光 到现在都还没送来 所以我也很生气 当然小汉不会这样讲 但重点是说 你为了自清来讲的话 这件事情就很简单 因为确实已经发生了 除非陈仲文这个压 是乱压的 不太可能 基本都有的话 任何一个市长 要自清的话 应该是主动 主动来适宜 让民众知道 然后把更多的资料 呈现出来 甚至于他可以讲说 我就做到的时候就这样了 来 有政策吗 我也不知道 检调你去查 看前面有收的钱吗 就能这样讲 照理说 蒋万一因为刚上任不久 应该是最没有包袱的 可是为什么 只敢动一个子约 而不敢去动母约呢 金平原 就是因为柯P说 难的事情 简单的是我早就做了 还轮得到你 你四川讲五四三 其实就是因为柯P这句话 也触动了蒋万一市政府 我相信蒋万一如果 他们有节心节约的话 到底是解子约 解多少个子约还是母约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讨论 因为台北政府有法规会嘛 有这样的一个专责法律方面的 他自己就像刚刚来宾也讲 他自己也是专家 而且这个案子会送到市议会 市议会也会监督嘛 一定在议会炮声隆隆 一定会再炮轰一遍 然后到时蒋万安 以及他的这个局处官员 包括他自己在里四川 面对市议会 包括民进党团 跟民众党团的这个质询的话 你不想这个毫无招架之力 你就必须理出一些对应的方式 包括你要怎么做那些决定 一定会在议会面对的嘛 包括刚刚我们在节目中 所讲的这个部分 那你觉得蒋万既然是第一步吗 先拿这个所谓的 柯文哲所订定的那个 费率合约 先从这边开刀 因为他不讲清楚 他一直在骂蒋万 一直在讲说 怎么会跟费率有关呢 怎么会扯到费率 鬼扯到费率 那请问包括民进党议员也好 国民党议员都提出出来 你说既然是好龙宾时代 所签的这个母约 那你当初怎么会用 好龙宾时代所签的母约 一美加乘以三 这个七百多块 然后乘以三变成三美 就变成两千两百多块 就变成这样 你为什么会直接乘以三 这是天才算法 然后那个柯P和那个黄珊珊 黄珊担过他的副市长 一定会帮老长官讲话 现在又是民众党立委 当然说哎呀那个是以前 那个我们已经从两千八 降到两千二了 言下之意说 我们已经便宜了六百块 这民众党自己讲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柯P你既然想到降价 你为什么 干脆当初你觉得有问题 你不要再执行这些 一连串紫约签的这样规定 你不要编那么多预算嘛 你现在说干嘛 鬼扯到他谈的费率 费率是重点啊 因为从好龙宾时代到 讲这个讲万安 中间还有柯P 好归磕谁 磕归奖谁 刚刚大家都讲了 很多的这个预算编了 那包括这个 一万四千多次 到一万七千多次的 这个监视器 你既然都编了预算 你能不做吗 你能不 你让议员砍 当然是一个这个问题 所以才会爆发出 这个陈从文的这个状况 更何况 你柯P自己都承认 你跟陈从文的关系最好 如果是 你在当市长 在你执政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哇 意思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在当市长 陈从文是你直接包屁可以了 他就不会被收押 是这样子吗 陈从文就不会被收押了 我跟他很好 我罩着他 我直接包屁 是这样子吗 你讲清楚啊 我相信还有陈从文 跟议会的陈从文 一个一个抓出来啊 如同刚刚于北辰议员 所提到的 假如厂商被解约 到时候不爽 到处爆料 百官行诉 很好 蒋市府到 柯市府 甚至好市府 这三任市长的所有官员 如果三朝都有 或者是其中一朝 不管你是怎样 贪赃王法 全部淘宝不掉 柯文哲时代 你在避重就轻 这个费率的你讲不清楚 然后难不成 你当时编列的预算 一万七千多只的 这个台北市监视器 你完全不要 你不要付钱吗 所以 科币一直把焦点放在两个 不要扯 鬼扯费率 这他讲的要重点 而且他说费率才重要 不是吗 他说不要鬼扯 然后费率他有降 第二个 他说 为什么你 我同样的费率 我当时只要编4.6亿 你现在就要编5.5亿 多了9千多万 你告诉我啊 那蒋万安就反击 他们的市政府就说 当初你那个 一万七千多只的 然后那个要变成3M 这费率就当初 就当初你定了 然后监视器增加的 也是你在任内 执行要太换 就是我们在讲 会有太旧换新 你要变成有些地方3M 这个当中 也包括了 当时陈冲文 在质询很多的 在仪式在里面 护航放水说 为什么有些路段 明明就2M 就可以解决了 你要把它升级成3M 那这个一定是在磕道讲 两个市政府都跑不掉关系 有些路口 为什么要2M 就好 影像画面 这样一个话数就可以 你要是硬要升到3M 什么意思 你要多给厂商赚钱吗 因为那个 母约签了25年 要求台北市 辖下所有的机关 要使用网路 只能跟台资光 那就是讲 那就是好龙斌的时候签的嘛 好归磕水 讲跟随嘛 就是这样嘛 那刚刚柯文哲讲说 有啊 他3M的时候有降价 我给大家看 他还是降了600块 没没没没 来100年度台北市警察局 监视录影的费率 你看3M109年是2280 110年度2200 2200 到111年也是2200 全部都是2200 而这2200 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一本所有的东西 这一张表 我觉得2200也没有降价 全部都是台资光送来的 有没有去讨论到费率 没有讨论到费率 就是台资光送来的 柯文哲就买单嘛 一般照理说应该要砍个价嘛 对不对 厂商送来2000而已 所以刚刚靖平所讲的 到底3M1对还是2M1对 但2M1会掉画面 如果是在桃园 你能接受吗 你一定也 我相信如果是议员 一定不会接受 所以你就变成是说 如果我们全部要用3M1 2200有没有可能降价嘛 可以啦 你租给人家1700 为什么你租给台北市 2200嘛 你柯文哲要讲清楚 说明白 所以李四川在呛柯文哲说 问题在废率 有没有伤到柯文哲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好了 柯文哲对他来讲 有伤的话 除了他出来讲 另外还会有网军启动 所以你去看李四川 刚刚明韵姐说 李四川那篇po文 下面有多少人 网军打赞 那就是网军启动了嘛 网军为什么要启动 因为柯文哲讲不清楚 为什么在他八年任内 从来没有跟台志光去讨论过 废率降价嘛 台北市做潘纳嘛 而且这个盘子很大一盘嘛 现在签到47个协约 全部都是在当潘纳 所以柯文哲要讲清楚 说明白 不要叫网军来混淆诗听 柯文哲跟蒋万安互咬 不过现在绿营王毅川 三问民众党与柯文哲 三问柯文哲 第一 你在执政八年 两千多天的日子 每天早上七点半 在你的战情室 有没有讨论过台志光的案子 柯文哲 你跟陈从文见面的时候 不管是吃饭聊天 特别约有没有讨论台志光的案子 时间地点跟结论 请公开透明 第三 柯文哲你如果觉得台志光的案子怪怪的 你如果觉得这是议会勾结财团 请问在你八年的任内 你为什么还放纵 放谁 你下面的局处跟台志光签字院 黄敬寅 张志豪 陈又臣 林真宇 你们四位 有没有跟台志光的人吃过饭 请公开透明 当然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一个调查小组 调阅小组 可以请黄国昌出来自清门户 黄国昌 出来清理民众党 怎么可以跟台志光的人弄在一起 连连看赶快连 连连看 黄国昌赶快成立专案小组 调阅小组 调查小组 不出局就罚钱 提告抓去关 请黄国昌自清门户 成立台志光 民众党自清专案小组 以上 好 我们看到台志光跟北市府的合约 真的是疑点重重 只说柯文哲把自己讲得很厉害 现在我们看到 因为副市长李次元就说 柯市长你说你忍八年 结果你八年还是末世 造成这样的结果 柯文哲就说 当年在北市府内 还有做过兵棋推演 除非双方合议解约 不然会有空窗棋 简单的事我早就做了 哪能认到你李次川 那再来 那柯文哲还说 这个陈聪文 他跟他交情不错 然后如果我当台北市长 他就不会遇到这种事情 因为我一定会把他挡住 我根本不会让预算 无盾无意送到议会 南明宇 柯文哲跟自己说得这么厉害 结果问题有解决到吗 我们刚刚看 这个王毅川早上开的那个记者会 他三问柯文哲 我觉得他点了两个很大的重点 而且他今天是直接点出名来 他刚刚点了这个柯文哲 还有点了这个四个议员 对 民众党的议员 对 那他敢这样子直接点名 而且直接就讲说 这四个议员 有没有跟这个台志光吃饭 那如果跟台志光吃饭 有没有讨论到这个台志光的案子 那如果这个 我觉得我认为他敢这样子讲 一定是有据 然后现在就要等这个四个议员来回应 那好那反正这个就像以前 我们那个狗仔周刊 就是在做这样子 我先追你 然后等你回应 如果你否认 我就拿出更多的证据来 那我当然认为说 这个王毅川是指控 这个他一定是有证据在手上 包括他也直指这个 柯文哲 你是不是有跟陈崇文吃饭 陈崇文是不是跟你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讨论台志光的案子 对 好 那如果真的是有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是姿势体大 那就代 我觉得讲一个 大家值得的例子就好 上个礼拜 不是这个舒培在这边嘛 就是要召开这个临时会嘛 那为什么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民进党的议员是主张 你包括凯开案跟台志光案 都要来开临时和临时会专案讨论 可是为什么民众党的议员 独独只针对凯开案 要求蒋万安对这个 凯开案对虐童案 对这个做专案报告 可是他连一个台志光的字都不提 都不提 这非常奇怪嘛 不是台志光跟凯开案都是发生在台北市 都是大家众所瞩目的案件 那为什么你民众党独独只针对虐童案 你台志光一个屁一个字都不敢提 这个就是非常有猫腻啊 那今天王毅川点出重点来嘛 原来原来你们四个议员 都有跟台志光吃过饭 那是不是后面还有更多的一个这个影射 是不是有什么交易啦 也不知道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讲出来嘛 好那回过头来啦 今天还有一个新的啦 就是说帮大家解惑 今天这个吴怡轩他们早上也出来 要帮这个柯文哲解套嘛 包括就讲说这个民众党的 就是要护航柯文哲啦 第一个讲到为什么有这个 二妹跟三妹的乒乓争议啦 柯文哲在八年任内做了什么啦 那另外还有讲到就是炮打这个 这个蒋世福嘛 明明就是一年有多九千多万 到底在土力厂商 好的这个其中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这个 反正这两个重点 一个是废率一个是速率 那我们刚刚上一个阶段讲了废率 我们这个阶段来帮大家解惑 为什么是二妹跟三妹 好那这个游淑会拿出一个新的证据 跟大家讲就是大家 就是记住一个概念嘛 就是高频宽就配高画质 高画质配高频宽啦 高画质必须高频宽 对才有办法传输 是是没错 那如果呢今天这个台北市议会 他们当时给柯市府的建议 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是二妹 就是一百万画素 一百万画素配二妹 两百万画素就配三妹 那大家一定会问啊 那如果说是两百万画素 配上二妹会有什么样子的结果 好那答案来了 这个是2021年警察局的实测 那游淑会他就把这个影片给调出来 这个会出现 这个不是灵异啦 我们不是灵异节目 这是他们当时实测 到最后结尾的部分会产生定格 这会产生定格啊 这会产生定格 所以最后才会有决议说 你二妹配上一百万画素 三妹配上两百万画素 这个就是这样子来的 警察局有实测 好那重点来了 重点是柯文哲 最后在卸任的时候 他就定定了要两百万画素 那如果你定定两百万画素 就不可能是二妹啊 因为你配上二妹 就会我刚刚拿出来这个照片 会变成有这个 移行换位的这个结果 所以你就逼使大家 你变成说你用 你已经定了两百万画素 你是不是要用全面用三妹 那可是柯文哲就很奇怪啊 他后来又退回来说 那这个我们这个要省钱啊 所以不是每个都要用到三妹 我们用二妹也可以 怎么可能 这个世锡的专案评估 就告诉你了嘛 或警察局的专案就告诉你了 你二妹配上两百万画素 就会配上这样的结果嘛 好这是重点 那最后我们还是要问 今天林世忠也有新的新的指控 他说呢确实当时台志光的资费 要比其他的厂商低7% 这在合约里面有写的 可是重点来 就是说其他的 这几年不是没有其他的厂商 要来跟台北市政府议价 或是在讨论 可是台志光啊 都会给这些厂商 来议价厂商很大的压力 就说这个案子 只有我台志光可以做 那你其他的公司 你都不能做 我是独狼 没错他是独家 对那到底是台志光 谁给你最后这么 这么背后这么大的抹股 你敢去跟其他的厂商去施压 跟嗆瞎 对那我最后还是要问啦 就是说如果大家就觉得 这个案子有问题的话 蒋市府现在看起来 哦好像站在车 一公里这么大声 我要解约 那你就开临时会 最来专案报告啊 对那你为什么上礼拜搞这一出呢 我今天来录影的时候 我还碰到张维远了 我还笑说 你国民党最后的良心 你到最后也是没来吧 那他也是摸摸鼻子 这个也是没办法 对那所以我就要问嘛 那到底是你们讲 那个市议会 到底是谁跟你们讲说 让你们国民党要去护航 护航蒋万 让他现在变成妈宝市长 对那你为什么不能来专案报告 我觉得国民党对这件事情 还是要讲 的确讲要有魄力 你就去报告嘛 为什么不敢讲 为什么你们的国民党 台北市党部主委 一定要这样子 像保护蒋万一样 让他不用去面对议会 不用去报告呢 所以是不是心虚嘛 那再来因为王毅川所提出的质疑 那也的确是啊 你柯文哲这个执政八年的台北市府 你有没有讨论 台资光的案子吗 那你跟陈重文这么好 你们难道没有讨论过吗 那这个包括还是说 柯文哲对台资光 你是不是有疑虑 为什么是放任局处 跟台资光签了一大堆的紫约呢 来苏菲 刚刚讲的就是说 柯文哲不是在拿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他的签文 柯文哲决行 111年12月23号 这个弹书实际上为财团勾结议会 榨取国家财产之恶行恶壮 必须公告于事 予以恶止 就是这个 但我要针对这一句话 我有两个点要讲 第一个是说 当时这个弹书在出议会的时候 民众党在台北市议会 有没有议员代表 有啊 林国成啊 林国成这个弹书 有意见吗 没有 第二个 我们政党协商的时候 包含台北市政府的副市长 彭正生 还有他的秘书长 陈志明 都是在的 针对这个弹书 他们有任何意见吗 也没有任何意见啊 请问你下的 你写的这个作文 是要写给谁看 留下一个话题 就是要等这个时候 有消息 本带出来要跟他们消息吗 对不对 然后你说 好 你有说什么提复议 那个我们就姑且都不论说 你在中间过程 台北市政府都没有来跟议会沟通 你自爱男行之处是在哪里 完全不做沟通之外 你在复议当天 当时的林国成民众党议员 也没有出声嘛 针对那个复议案 他也同意啊 维持原决议啊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 不要这个时间点 拿着自己的作文 拿着自己的公文 然后出来就要转移焦点 说台志光跟我没有关系啦 台志光就是你八年任内 合作八年的厂商 他议会的那个助理 是不是就是要掩饰自己 是 所以你知道吗 曾经做过的事情嘛 你特别留一份公文在你的手上 然后这个时间把他po出来 那我就问你啊 现在 游淑会讲说 你这八年来的废率 你都没有讨论 你都没有实质召开会议 进行台志光的废率讨论 黄珊珊说有嘛 对不对 你会议记录拿出来啊 你会议记录公开啊 现在台北市政府找不到 如果你真的这么在意这件事情 柯文哲要不要公布你八年来 跟台志光讨论倍率的会议记录嘛 如果如果没有 那你就是标准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嘛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回到民众党来讲啦 民众党在上一届只有一席议员 在这一届在台北市议会总共有四席的议员 而且有一个党团 那在礼拜五的这个临时会的时候 民进党提出的专案报告是针对略额案 凯开案要提专案报告 民众党是为什么提专案报告 是为了为了台志光 为了台志光这个案子提出的专案报告 他们说要不要提 可是昨礼拜五留会之后 国民党恶意不出席留会之后 你看民众党出来谴责国民党恶意留会都在讲什么 说他们不牺牲而受全意 从此不敢再提说 这个蒋万干 有没有提台志光的案 对是散避台志光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台志光这个案子 再追下去对他们不利嘛 会烧到自己 是嘛 就如王毅川所说的嘛 我们这世袭议员 在过去这一年上任之后 有没有跟台志光的厂商代表 有没有跟李董吃过饭嘛 有没有参会嘛 有没有嘛 讲清楚说明白嘛 是不是你们也是柯文哲口中的那个 被台志光所绑架的议员嘛 而且只有吃饭吗 是 有没有帮忙说话 有没有在审查预算的时候 有支持应该要全部用三妹 跟柯文哲的立场完全不一样 柯文哲要讲清楚嘛 所以现在柯文哲怎么有办法 这么有自信 说这个怎么样 如果陈从文是他当台北市长的话 他就不会遇到这种事情 一家厉害 他就可以挡住 我就问嘛 我就问嘛 所以陈从文过去这几年来 大家现在都讲的 柯文哲说 台志光是勾结蓝绿哦 都有问题 但他在他八年任内没爆出来 难道是全部他cover的吗 全部他都掌握得好好的吗 因为费率他都审定了 都没有问题吗 陈从文跟他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在他当市长的时候 柯文哲的预算 陈从文从来不敢表达过意见 但陈从文在今年 在去年审查 今年度的预算的时候 蒋万安的预算送到议会来 要进入大会副委的时候 你知道陈从文搁置了这个总预算 搁置了将近两个月 占割了八四 国民党后来买加密 让蒋万安亲自到了党团 来跟所有的国民党党员的党籍议员报告 陈从文公然还是炮轟蒋万安啊 这样哦 逼得逼得戴席亲议长在某一天 就是那一天 蒋万安去党团报告完的大会的时候 突然要求表决总预算复委 这是过了去从来没有的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前辈也在这边 我们议会以前在复委总预算 是不曾复委的 因为有意见就表达 没意见就复委 复委到委员会里面进行审查嘛 所以陈从文跟柯文哲比较好啦 没有跟蒋万安好 所以后来就表决 表决完我就去跟议长抗议说 你不可以这样突然突袭我们 所有的其他的党团表决啊 他说不是为了你们 因为如果有意见表达下去 我们自己党内会开花 我们自己党内会开花 他们党内是谁 就是国民党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一次陈从文跟台志光的关系 会被瞩目会出问题 因为陈从文认为 现在是我自己执政嘛 柯文哲都可以处理了 是不是 蒋万安更应该要处理 对不对 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问题而爆发 所以柯文哲 如果你在你现在笑蒋万安 那我就要问问你 你跟陈从文那么好 他过去跟台志光的关系 你不知道吗 那你认为台志光是一个糟糕的厂商 你为什么会跟这个议员这么好呢 这个议员陈从文跟台志光的关系又很好 另外我要再讲一件事情 黄国昌今天发文说面对台志光这个收买政客 吸纳血汗的垃圾厂商 柯文哲做出什么删减预算 那我要问了 现在柯文哲民众党的四个议员 黄国昌要不要好好的跟他们聊一聊 谈一谈 他们是不是有跟你口中很糟糕的垃圾厂商 有进行过吃饭 如果有的话 你是不是也要连连看 是不是也要出来说明清楚 也不要只是嘴巴讲一套 黄国昌现在还有什么立场出来讲话 对不对 现在柯文哲还有包括你们的过去的柯市府 有很大的问题嘛 来郭东柯 外界再说嘛 台志光在北市府是有一股什么神秘力量吗 包括柯文哲 包括蒋湾 通通都要买单 这一场政治风暴 对柯文哲的杀伤力很大很大 柯文哲过去到现在很少看见 碰到一个问题 如此慌乱 好像没帽子 有点恼羞成怒 什么鬼扯 什么话都出来了 我我觉得柯文哲你要冷静下来 你现在三任三个市长 你刚好夹在中间 前面的是郝龙斌 后面的蒋湾安 你夹在中间的八年最长的时间 你应该很冷静 把资料全部找出来 来面对这个问题 一样一样像前台北市民 甚至全国人民来讲 如果你连这些事情都讲不清楚 你八年内五大弊案被你呼嚷过去了 现在这个第六案爆出来 那八年柯文哲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简单把它化缓为简 不然让大家听到这件是怎样 两天睡两段 一段是郝龙斌你为什么跟这家厂商签二十五年的约 当初是怎么签的 郝龙斌你也出来讲给大家听听看吧 这是头一段这段 刷入两千十四年 柯文哲做市场 这八年内 那子业一直签一直签 除了大家刚刚讲的 光纖要升级 要安装安装 一万四千几台 他都卸任才说他忍了八年 你做起床之后 不认识 不认识 你明知道这不对 柯文哲你明知道不对 你为什么你弄不掉 你也说给大家听 这不是谁在规则 大家要听这个嘛 你八年应该最清楚 而且我还公开讲 你这个事情讲不清楚 你真的影响黄沙山 真的要回来选台北市场 那个沙山力已经大到 他都卸任才说他忍了八年 真的太好笑了 让你做市场做八年大巨蛋也好 什么案也好 都让你说过去 这个走很简单的案 你说不清楚 每天记者在问你 你竟然想不去 我早就讲这是政治风暴 刚行程 你想不去啦 巨峰行的一直尬 因为怎样 不是只有陈聪文一个人吃掉的啦 没想到一个人吃不下去啦 还有谁 那整干肉粽是不是要干起来 对吗 还有多少个議員在里面 那金流你就知道 那金流去查 有的是贴 比较多有的贴比较少嘛 那一千七涨到两千二 中间差这五百块 公关会需要这些嘛 打通关需要这些嘛 我当然要这些钱嘛 那我们就讲说 那到底还有多少人拿 除了议会里外 那市政府内部呢 高阶层的呢 市政府的高阶层的呢 某相关的局处里面呢 有没有 因为这不来 金通花贵 你做不出来嘛 肉账光 那嘴唇兄弟 那眼睛竟然看 为什麽搞的 这筋竟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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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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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種東西都會牽扯到這種利益的問題 所以我說這次很好的機會 第二階段是柯文哲你應該負責的 現在逼著蔣萬安 要解那個子爺 你母爺不解 你解那個子爺有什麼用呢 三個市長 以我正常的想法 正常的思考邏輯是 剛發生的時候這個事情 台資本馬上就要出來公開記者會 沒有畢業端 我們什麼全部都公開給大家看 敢不敢 他應該這樣做嘛 現在已經來不及 你現在已經交保 350萬交保 你要開記者會 偵查不公開 檢察官一定會辦理的 對不對 你當時一開始發生問題 你馬上就開記者會 被外界這樣侮辱 不行 我們一定要公開 這個全部過程都是合法 都是為了台北市民 你不做 那已經過去了 現在問題是 三個市長 我現在在等啊 好農賓你什麼時候要開記者會 對 跟台北市民講 當時你為什麼會簽這個合約 是怎麼簽法的 為什麼留了這樣一個尾巴給後面 柯文哲你要不要公開 你不要每次讓記者來問你一些 你就講一些 李四川什麼事情 你就罵李四川 蔣安安為什麼多九千萬 要蔣安安講 那是後面甘薩了 對 那不是頭前甘薩了 現在分整個改到那後面 蔣安安為了增加九千萬 也是要開記者會跟市民講清楚 為什麼柯文哲不需要這麼多 四億六千萬就可以 你會要五億五千萬 一樣條件是這樣 你為什麼要五億五千萬 你九千萬拿給誰了 誰拿去分了 蔣安安你要出來講啊 欸 首都市很少有三任市長 一個案子簽連在這麼簽 然後沒有一個市長願意公開開記者會 跟市民來講清楚 這種在民主國家從來不會碰到的 只有在臺灣才會有欸 對 而且選舉還一次一次 沒有因為這個事情鬧起來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後面廠商真的夠力到這樣子嗎 選舉的時候都掀不起風波起來 什麼原因 當然很多的議員都拿到好康的嘛 都收到政治獻金了嘛 那你才怎麼去掀起來 掀不起來嘛 所以我這間還沒完的啦 觀眾 剛才開始而已了啦 風剛才在教而已而已 每天都在說是誰鬼扯 把他抓出來 柯文哲 誰鬼扯 不是李四川鬼扯 李四川還沒有夠資格去處理 這種鬼扯這種東西 是你現在出來跟人家講清楚啦 拆兩行動罷免謝國良的最新進度 我們要連線發言人李彥榮 來李同學 是不是跟大家說明 現在連署的份數達到幾份了 目前連署到昨天為止是累積到7500份了 對 然後而且持續其實是有蠻多民眾 是最近才知道有罷免這個行動 然後再去做連署 最近才知道喔 對 我們有接收到蠻多回饋 另外是因為有聽到順便的人在講 或是有剛好經過 然後知道說喔 原來現在正在進行 罷免連署這樣 所以我們目前也就是在努力的宣傳 現在連署是不是看起來年輕人居多 因為這個禮拜就329青年節嘛 那因為我們也注意到謝國良 他也特別跟什麼救國團的青年 有一些拜訪交流 你怎麼看呢 現在謝國良是希望能夠爭取年輕人的支持 那你覺得他這樣的動作是有可以達到反罷免的這個用意嗎 我們希望達到的還是市長可以與社會做一個溝通的動作 但是以救國團拜會謝國良這點來去看的話 其實他面對的仍然是一個單一的 單一的團體或是單一小小群的青年 那我相信青年不會是只有救國團 這個團體的單一遇見 那我們其實其他民眾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可以是希望可以跟市長去做溝通的 對那既然現在就是市長只單純選擇了救國團 這個團體來去做交流的話 我們其實仍然是覺得蠻可惜的 因為其實我們發起罷免到現在 我們仍然沒有可以跟有 沒辦法跟市長有任何溝通的機會這樣 目前我們直接的市政府 關於市政府的直接的動作是沒有的 但是其實對於私底下的一些網軍的騷擾 其實我們有持續的在 其實我們就蠻困擾的 就是我們不管是粉專上面的留言 或是我們個人的私訊 其實都會有非常多的不實的訊息在裡面 那尤其最一開始 基隆國民黨黨團他們在提出要罷免議長跟議員的 那個粉絲專頁 其實每一則貼文 他都會在下面留言 所以其實我們也會認為說 就是他其實很像是我們的頭號粉絲 那我們也蠻謝謝他 就是可以藉由這樣的方式 然後讓我們有機會可以跟不同意見的 民眾去做交流這樣子 因為剛剛有提到就說 你們現在還要積極去宣傳 有些民眾還不知道嗎 那好像有一條罷免謝國良的歌曲是不是 這個是在網路上現在有傳很多了嗎 歌曲這部分不是我們發起團隊這邊主動去創作 然後是民眾做了之後 然後發在網路上 然後我們才接收到這樣的訊息 那其實也不只一位民眾做這件事情 至少我們收到其實就有三四手的 對 所以我們也想要藉此 就是不管是提醒市政府或是其他社會大眾 就是其實不單只有我們在檯面上的這些 我們單一個罷免團體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可能沒有加入我們 或是比較偏私底下的這些民眾 其實他們都會用自己的方式 在支持這樣的一個罷免活動 好 罷免謝國良現在連署的份數 已經達到7500份了 現在積極往第二階段去邁進 來請教民喻 現在所了解到基隆地區 因為剛剛這個李彥榮他也提到 就是說可能很多人還不曉得 那只說現在這一把火燒的狀況怎麼樣 因為好像你之前也有去訪問基隆市的議長 童子偉嘛 對 那你有了解 童子偉身為所了解到 現在罷免的氛圍是如何呢 有誰掌握那所謂的關鍵力量嗎 當然啦 就是說童子偉 因為身為議長嘛 他還是要維持比較中立的角色啦 不過你剛剛可以看到這個 山海這個拆量行動的 這個彥榮在講說 13天就可以累積到7500份了 這個比當時罷免的 這個第一階段門檻 3000多份已經高了 這個兩倍多 十三天內不到兩個禮拜 所以他們不但是提前達標 那當然很多人在問說 為什麼他們不這個 就是趕快送件啊什麼的 但是就我了解啦 就是有背後高人 這個小草在指點說 有參與過這樣公民行動的 甚至還指點他們說 如果這個累積1萬多 這個人數高一點的話 送過去 這個會讓這個士氣會振奮起來 這個是我們要了解 比較其中的一個這個關鍵 但是你就說 如果要炒熱的話 當然就是說 還會有很多後續的活動啊 像最近我覺得非常特別的 是說有一首歌 就是連罷免都出來的這個歌 這是以前在罷免什麼韓國瑜啦 什麼的都沒有看過 什麼黃傑啦 那些黃國昌都沒有看過 那這次竟然出現了這個罷免 謝國良首次出現的罷免曲 叫做快樂的成年人再見 這個旋律是蠻輕快的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到這個youtube上面去聽啦 網上聽一下 對他那個當然就是 這個歌曲的旋律很輕快 那問題是說 他這個歌詞裡面 重點都是帶在點出 謝國良為什麼要被罷免的一個主因 主要的原因當然就是說 那你這個用黑警來突破封鎖強制點椒 有沒有 這被這個憲司法在調查嘛 到底是不是所謂的強盜市長嘛 那再來就是說 什麼超跑嘉年華啦 摩天倫啦 甚至還有什麼塑膠草皮鋪滿街頭 這到底是為了誰 所以你看我們就在講 為什麼這個13天內馬上累積7000多人 7500份 你就知道說其實不是只有幫Net 讚瞎這些人出來 就謝國良每做一件事情 就很多不滿的人就出來 像反對超跑嘉年華 我們上禮拜討論過 反對摩天倫的 反對基隆這個文化中心 外面撲草皮的 他是幾乎所有市政 我就說 他就是沒有跟市民 做充分的溝通嘛 就是好像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要裁結摩天倫 我就趕快蓋一個摩天倫 你沒有去做說 為什麼大家反對 蓋摩天倫的一個理由 還有超跑嘉年華 地方嚇到買 就是說你的這個場地這麼小 你還做一個超跑嘉年華 你都沒有考慮到說市民的感受 跟心聲是什麼 所以才會這個累積的分數越來越多 那我覺得最近還有一個特別的現象 就是說他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看起來他降溫 同時降溫的同時 謝國良最近在忙什麼 對 這個是昨天 昨天這個教育局辦的一個活動 好那你教育局辦活動就好 那問題是這個照片 很諷刺的是說 送腳踏車 送腳踏車 他這個上面呢 這個大大的寫著謝國良 送了一台腳踏車 單車直接就送了 對這個要抽獎 還要抽獎 因為只有一台 只有一台 還是要抽獎 那麼為什麼 這個送腳踏車也會備受矚目呢 那就是願意跟你電動車大放送 還是有關嘛 你電動車開始降門檻啊 還變成這個月資費零 那現在看起來你參加這個活動 還要開始要送腳踏車 給大家抽獎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你這個是怎麼樣 是送嗎 還是說你所到之處 你現在不是辦了很多的這個 領理座談會嗎 你也開始在做這些這個送的動作啦 當然也有一些人覺得說 跟謝國良就是建議說啦 因為就以往的罷免 你只要是冷處理的 通常都會被罷掉 通常被罷掉 那你反而跟他熱戰的話 正面對決 對 可是我看謝國良現在 他包括這個什麼 這個成年人 快樂成年人 這個再見這個罷免謝國良的歌 還有包括一些什麼電動腳踏車 引發電動車 引發爭議的部分 他現在都不回應 等於說你可以看他冷處理 他也是想要冷處理 對他想要冷處理 但其實這不符合謝國良的個性 謝國良之前的作風 都是直來直往正面對決 我認為他忍不住啦 我覺得他忍不住啦 對 因為就就這個議員 他們有表示嘛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 整個基隆的氛圍 我有去問啦 就基隆現在氛圍 他們認為說現在的 這個在地的氛圍是熱的 是熱的 而且大家就是會對謝國良的一些 這個行動 就是走到路上 就會覺得很氣 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氣謝國良 對會氣謝國良 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他做的所有的一些措施 都會引發居民的感 所以說現在的氛圍 我知道是熱的 而且你說民進黨 這個他也有做好 這個一些應戰的準備 我不是說介入這個罷免 就是說如果罷免謝國良之後 你是不是还有一些 要應戰的準備 我認為 綠圍應該是從旁觀察啦 因為他們也是保持距離 當然啦 因為不要忘記 童子偉的罷免案 他還是有一定的程度握在手裡 等到最後要激戰的時候 還是可能會把 罷免童子偉 對 把童子偉的罷免案 拿出來作為這個 政治對決的一個籌碼 可是罷免童子偉 跟罷免謝國良 其實完全兩件不同事情 那這樣子的操作 就能夠保住謝國良自己嗎 綠圍你怎麼觀察 因為這個當然說 童子偉有提到 那所謂的關鍵力量 可能是柯文哲的態度 但問題是 當你提出了反罷免 是去罷免別人 那個情況 看起來是不太一樣吧 這通常罷免一個 不管是市長 或是政治人物 政黨通常不太會直接參與 對 因為你直接參與 沒有好處嘛 你今天是民進黨的 被國民黨罷免 或是國民黨的 被民進黨去罷免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害怕 你小區域裡面 他就發動去罷免你 你不是很麻煩嗎 就算沒有罷免成功 你也搞得累得要命 你什麼事也不要做 你問政也出現了一些 一些這個心中回想 很多聯誼嘛 所以說沒有一個政黨 會去協助另外一個政黨罷免 這都是用公民團體發起來 那麼公民團體所 發動這種罷免 是至於哪裡你知道 剛開始基於羞恥感 覺得被羞辱了 第二個就是 當你的被罷免的主角 小丑化了 就麻煩了 現在謝國良簡直就小丑化了 小丑化 他這哪是什麼政治新聞 這已經變成綜藝新聞了 每天又不斷地丟出電動機車 又丟出這個 有人罷免的歌曲 這已經是政治綜藝化了 連送一台單車 人家都會聯想到 這很麻煩 最麻煩的 其實有人點出關鍵 真的是柯文哲 因為罷免 謝國良這群年輕人 很多都是 都是柯文哲的支持族群的 年齡層內 我沒有說一定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就是柯文哲支持的年齡層內 大概就是20幾歲到40歲之內的 這群人是對罷免謝國良最熱情的 那麼柯文哲 你永遠不要覺得柯文哲說 我今天幫謝國良 我就永遠會幫謝國良講話 柯文哲曾經說過 這時候罷免浪費社會資源 好像柯文哲是在幫謝國良 柯文哲 他永遠都可以改變昨天的柯文哲 他可以改變國民黨 牽的白紙黑紙六條 把他撕毀 把他給換掉 跟郭台銘在同一個台上 他就可以傳簡訊給侯友宜 說郭台銘不要選 所以柯文哲是不可控的 那可是誰可以控柯文哲呢 小草 小草是可以控柯文哲 柯文哲在2023年的時候 他曾經公開說過 他有一套戰略 這套戰略我去查了一下 這不是他的 這毛澤東的 這叫十六個字 敵進我退 敵住我擾 敵疲我打 敵退我追 所以在基隆 他發現謝國良好像疲軟 弱了 那他就跟著打 他不跟著打 他也會挨大 也會挨揍啊 當小草已經群起開始 對於謝國良 有這麼強的罷免行動了 如果柯文哲還是站在反對面 浪費國家資源 浪費社會資源 我們不要這樣做 柯文哲會受傷 所以他立刻轉變啊 我何必跟公眾的意識 站在反對面呢 我一看罷免的人這麼多了 我立刻從線的左邊 跳到線的右邊 他就是這樣啊 假設如果拉下謝國良 對柯文哲來講 是不是就是個機會 當然 民眾黨可以插旗基隆嗎 仲将你想想看 初來罷免謝國良的年輕人 我剛講過 不見得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可是是柯文哲支持者的 這個年齡層 那這些人是柯文哲最想 也最容易 也實際上支持者最多的 柯文哲當然把他收割過來啊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在第一階段 剛開始的時候 他認為說 這個看起來沒有那麼容易啊 所以他講一些 震驚八百的話嘛 這浪費國家資源 浪費社會資源 這不妥 等到七千份 一萬份 兩萬份 往上衝的時候 柯文哲就會說 我們還要順從民意啊 這是實在是做的 已經被天怒人員才會這樣 馬上會改啊 柯文哲我講過十六字絕嘛 敵進我退嘛 敵柱我擾 敵皮我打 敵退我追嘛 這就是柯文哲的戰法啊 那你看現在謝國良的狀況 謝國良是強壯還是疲弱呢 像謝國良像是要前進 跟人家這個對干 還是要冷卻呢 岌岌可危了 岌岌可危了 所以柯文哲現在暫時 他就是觀望 他不講 那等到基隆這個 山海拆量行動 越來越熱的時候 柯文哲就會派 關鍵的人物加入戰局 他到時候就有 山風鼎火的空間了 這是他的專長啊 這是他的專長啊 他就會講說 一個市長被做到 給人家罷免 實在是自己好好檢討 這一句話就轉風向了 對 那你看剛才我講的那些話 柯文哲可不可能講出來 非常可能啊 對 所以我說柯文哲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不要認為說 柯文哲是不是 鯊魚戰術 或者是因為他經費不夠 才透過這種十六字決來做游擊戰 不是 因為柯文哲主要的是 他要營造一件事 就是 除幣 然後心力 只有我柯文哲可以做 你看你這些人都不敢做 我敢做 你這些人都不敢動 我敢動 這是柯文哲的做法 他就 人家為什麼講他說 小草小草 小草的目的是用來幹嘛 被收割的 柯文哲就是收割小草 那把鐮刀啊 那可是呢 正好這一次 山海拆量行動 就是他的年齡層嘛 柯文哲最好掌握了 所以你認為柯文哲 他真的會 站在謝格朗這一邊嗎 所以謝格朗不要太樂觀 當柯文哲稱讚你的時候 說大家忍靜 就是暫時不要忍靜 他希望他不要完成罷免 就是希望他越熱越好 因為天下不亂 柯文哲怎麼有利可圖 其實罷免謝格朗歌曲 不止一首了 好像還有第二首 來蘇陪 顯然謝格朗在這個部分 已經燒起基隆人民 希望能夠罷免謝格朗 那現在謝格朗到底背後 他又做了哪些補救措施嗎 這個謝格朗的 這個罷免歌曲 真的是在網路上面 所有的年輕朋友 集思廣義 然後大家都在 拼創意 你知道居然有一首叫做 謝國良之歌 你第一次見習近平的時候 習近平是第一任的時候 所以你們的馬錫會 雙方都有這個需要 來建立自己的權威 建立自己的聲望 現在習近平是第三任的 修改他們憲法 變成終身制的 你現在進京 可能是朝貢 他接見你的 那你是來朝貢的